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堂课跟大家讲到肺炎的诊断 肺炎的诊断和所有疾病一样 需要综合病史 体检 实验室和X检查 这个中间的话 特别是X检查 关于肺炎的诊断 还有几个问题要说一下 一个 要评估一下肺炎的人种成果 我这个地方写的一个野马是什么呢 是八年治理教材上的 在五年治教材上也有个野马 也有这个 以列请大家不要注重 注意重症病院的教材 我不是说凌重重症 我坦率得告诉大家 这个重症病院就告诉大家 是有时候老是喜欢肺炎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在平常碰到肺炎 我们都是喜欢反倒往的重症病 因为所有的抗感染基因 一会儿讲治疗的时候 另程会往前或者往后 说上的标准 大家看一下的话 我的技术的感染是 血压低一点 神智变化 或者每次两个肺炎 或者四十八小时照片进展就快了 因为我也给骗击的问题 那就是重症病院 但是他数上还是记一下 刚才看了一个上面的大性肺炎 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呢 是隐症病院 是疗疾病院 是疗疗病院 是疗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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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肺炎病院有特点 这个地方有些动力 有些圈圈 有些空洞 大家看到没有 里面还有夜庭 看到没有 看不见 这个夜庭看不见 看不见 是看不见还是不会看 这是一个空腔 这是一个夜屏 夜屏有点弯 看到没有 看到了 是吧 这还有一个夜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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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的话 因为它也特别 何万是什么 何万是金服金肺 关于肺炎去整断 所以肺炎的诊断 我想起两个问题 希望大家重视 肺炎的诊断 不难 应该说临床诊断肺炎 比较简单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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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肺炎的诊断 咳嗽 咳嗽 但是 要回答 跟肺炎诊断相关的两个 核心的问题 难解 是哪两个问题呢 第一个 大多数的肺炎患者 都有他的基础病 或者基础病 英文叫做 underline conditions 或underline conditions 如果我们治疗一个肺炎 我们只注意把肺炎治疗了 我们不注意去寻找基础疾病和基础疾病 我们不注意对基础疾病和基础疾病 进行处理 那么这个医生应该说是肯定不够 对病人也是不够负责 所以这个事情是来的 当你诊断了肺炎以后 千万不要满足 你还要想一想 这个肺炎的后面 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当然有时候你找了找不到 但是你的能力所限 如果你根本不去找 那就说明你的饲养方法来不动 下面我提起个例子 第一种比较常见的基础疾病 我们叫Airways orStrange 气道的阻塞 这个气道阻塞中间 比较点心点 比较典型的就是肺癌和立体症性肺炎 想要说一个病人来了 他这边吞了一片肺炎 来了以后你一看 这个如果按结婚下来分化 叫做Logonin-Logonin-Logonin 按病人学的查查查查查 查住有什么也没有培养出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 按照Dirty地方是Community 而挖的 就是CEP 是设计后的 按照免疫状态 这个免疫状态还可以 是叫做Emmunocompetenthouse 是吧 这么一个分类 这样的话 你跟他进行抗承计时代后的 一个星期以后 病人就好了 一个星期以后 那么你说非常好 非常有成就的 这些病人往直走 对吧 每天就回家了 没关系 病人吃好 那么他过了三个月以后 又来了 这个时候呢 明显了 这么来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时候 你看到了 三月之前呢 其实这九度 是一个肺癌 肺癌阻塞的气泡 就是肺炎 你把肺炎之后 肺炎里面发现 现在肺炎又长大了 又发生阻塞性 那么就当这个病人 对吧 也可能开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他给气管下来以后 他可能长到这个地方 阻了一半 还有一点 如果你这个时候 能够发现肺炎 他发现这个肺癌 去治疗 他可能效果就好 你等到后来 长得这个大头 不通了 你这 效果 所以我们常常看 那个右上肺炎 年纪大 四五十岁以上的人 常常车为你 你如果肺炎治好 一定跟他说 要做一种检查 要做一个什么检查的 上次跟大家说过的 要做个 Fiber Optic 就是电源 是吧 就是Fiber Optic 成功下来 现在的 要做个牵制性 就下来镜子从这 一下来一看 我看见 起掉火箭了 这是一种成绩的技能 所以说这个气道阻塞 肿瘤 还有就是什么呢 必要工作的 就是成绩性结合 成绩性结合以后 解合感情制住了 好了以后 留下来的巴斯 直接往扩张 气道异物 这个气道又常常 得到哪 得到右下 走到这个地方 然后拿来 就这些地方 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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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原来 华尼巴也有好 老师弄去 老师有点充许 老师发烧 你看这个地方有点病 有点病 有点病 来到我们去治治 治了以后 这个病是慢慢好些了 最后 不放心 就是老师怕有什么 我们的Line 中纪性 我们就是给他作为牵制剑 牵制剑 牵制剑有一定的痛苦 要真的用你统一 才能走 那么这个老师蛮好 他也蛮相近 我们就做了 做了痛苦 就痛苦 结果一做下去 就发现是什么 一个骨头 把他抖 一个骨头抖 那么当时 我们做牵制剑 就是说这是个鸡骨头 那时候是个牙子骨头 那时候是个什么柱骨头 就是针 针子就说不行 为了容易 一定要把他搞出来看什么 把他捏起来 这是我们去的骨头 骨头盖 骨头的一个调 再仔细问 大概是四五个月之前 持考了过一次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看课篇以后 一定要想想 有没有什么 具体推荐 一个很长假的 纳维的 mug elvis construction 气氛 气氛 当你又找不到 你又找不到 第二个人 经常碰到 就什么呢 就是肺水肿 肺水肿和肺炎之间是什么呢 是个性形象 我正常写了一个英文词的 viches 二口 是吧 viches 二口 就是你得了左心穿 就可以得肺肥肿 所以大家知道 左心功能不全 肺上肯定就要肺腻 肺腻是肺腻是肺腻 肺腻是肺腻是肺腻肺腻 肺腻是肺腻是肺腻是肺腻 为什么不知道 但是肯定这个现象是 得了肺炎以后 一伐烧咳嗽吐痰 心脏腻就复活加重 心脏腻又加重 他就加重心摔 加重心摔了 又加重腺腻后 这个叫做瘀装会连起来 所以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以前我们曾经考虑一次试 那时候心考虑多些题 也这么一个题 二肩半狭窄的患者引起来左心衰竭 最常见的诱因是什么 什么心肌缺血 风湿活动 呼吸道感染等等 最后标准当中是呼吸道感染 标准当中是呼吸道感染 呼吸道感染 清理呼吸道感染是气管之净的 有重的呼吸道感染 所以这一个 特别对有激素心脏疾病的人 可考虑人工 第三种在额科非常多见 不是肺瘀血 是肺什么 冲血 这个瘀血跟冲血 大家肯定是要很严格的取入 一个是血流的慢点多的 一个是血流的快点多的 那么肺冲血以后 肺里面的血就多了 比如说先心病 主向又分流 它有一部分血 没有在身体里面绕 直接从左心绕到右心 右心就绕了 左心就这么来整血 肺血就会增多了 肺血增多了 肺血增多了以后 非常容易增肺 为什么 不知道 因为按照我 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 肺上血流的多了 抗肌也多了 肌细胞也多了 股体也多了 等等等等 都多了 应该不容易的肺炎 是吧 我们常常说 脸上的伤口长得好 什么口腔伤口长得好 有血型和风附 血型和风附 血型和风附 伤口一会就快 侧线的时间就短一点 对吧 但是小孩子的先进病非常快 他的血流的是多了 但非常容易 所以很多小孩子的先进病 是先在肺炎以后的 这是一个按照来的 另外 灵状胀还很常见 就是在肺炎之前 遇到病毒 遇到病毒 特别现在大家都知道 什么甲型HNG 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甲型HNG 很多人将来要是出现问题 是出在哪呢 出在柠檬棉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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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 这个问题 这么多 本身甲型HNG 肺炎肺炎肺炎 肺炎肺炎 但是相对少 任何 包括原来的 流感流行 导致人死 很多事实 发了之后 疫情棉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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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棕 可以不可以 就换了 艾滋病 实际上按股面 艾滋病 要分到一个获得性的性 是吧 他单独把它分一化 所有这些情况 都可以形成肺炎 所以如果一个小孩子 老是得肺炎 举个例子 一个小孩子老是得肺炎 一切小 一切小 如果他总是在一个部位得肺炎 你就想会不会寄到走山 吃瓜子瓜子 可以掉下去 或者是含千米千米头掉下去 或者是变形金刚的时候 往上掉下去 所有这些我们都不认 不是笑话 你就要考虑这个事情 诶 如果说他得肺炎 有时候还得健康一点子干 那你也想这个是什么 心脏长大了 就是多了一个空间 有没有心脏多了一个窍 或者是什么 要注意这些 如果说他都没有 还是老是得肺炎 你就要注意什么 有没有免疫缺陷病 或者是抗体病 或者是股体病 它是种类蛮多 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大家每顾到一个比词 诊断了一个肺炎 肺炎很容易诊断 诊断肺炎的时候 大家要想 有没有什么基础情况 有没有什么基础 这是第一个 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 大家要留意起来 有些病人就找到了 有些病人也没找到 没找到 你心愿从而多个心愿 肯定不成问题在那 所以我没找到 第二个 诊断肺炎要注意的是 病原菌 病原血是什么 病原血是什么 这个病原血非常不容易 全世界的数据 最好的地方 二分之一 想到各种医护 要谈一半 二分之一 还有一半的 像我们医院 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病原血诊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为了获得病原血诊断 临床医生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 想了很多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 盘图片呢 他不能说到底是什么菌 他只能起个什么作用呢 他只能告诉你 是可能是阳性菌占优势 还是可能是阴性菌占优势 那么这个性基对临床医生还是有一定的方法 如果是可能是阳性菌 那么我选抗生素的时候 偏重你选 可能是阴性菌 如果是可能是阴性菌 我偏重你选 可能是阴性菌 所以他的作用是帮助灵床医生了解优势的系统 了解优势系统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什么 简单 你就到一个最基层的医院才可以做 做个染色 大家都做过 做个肝蓝染色就染出来了 另外一个好快 要搞多少时间 病人冲进来 就是说你动作慢点吧 花各把小时 你也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特别人 一般他找到什么菌 基本菌有这个菌 但是他的区业医生 能明显成 就是说我们找了很多病人 大多数都找不到 只有少数都找不到 所以这个方法呢 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不是特别好 现在的要求是基本上做成常菌 所以每个病人都要做 第二个方法做得多一些 叫痰肥病 痰肥病 痰肥病 优点是标准的 让病人口口痰 就可以获得标准 但是呢 有很多缺点 一个缺点是不明等的 就是说这个痰你每次有细菌 但是把你病人养不出来 或者说这个人虽然是细菌绿肺的 你最后比如说从那肺组织里面取派组织来培养的确实有披营 但是谭虎就是披营 谭虎就是披营 还有一个是特意 什么叫特意呢 比如他培养出来是肺炎穷菊 你敢不敢相信他 他有时候真的是肺炎穷菊 有时候不是 他是别的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谭虎在披营的时候 标准上呼吸道 大家知道上呼吸道本来是有系统 口腔能够什么系统的问题 那个谭虎的过程中间被口腔一污染 他解误了 当然一定有人提出来先把漱口 用一些药水把口塑干净等等 可以解决点问题 但是还是不能解决的根本 所以这个谭虎现在说 又不敏感又不刻意 所以它的价值比较有限 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 如果反复纯培养 比如连培养三次 都只在一种系统 那还是有点参加 另外呢 现在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好的办法 没有什么比它更好的办法 所以现在这个还是用你最多的技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谭培养不好 也有同时系统 谭培养就不要做了 季度敏感又特意做它干什么呢 但是临床还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办法 所以还是用你最多的技术 第三呢就是血培养 肺炎为什么做血培养 因为肺炎患动中有一部分 它可以有一个一过逊的精品 细菌可以跑到血里养去 所以呢 我们提起来做血肺炎 但是大家就知道了 灵感定格没什么问题 为什么呢 这一部分的人 血里养有细菌 而且你即使血里养有细菌 也不是各个人养得出来 还有一部分养不出来 一部分养不出来 所以它的灵感性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它的特性 因为血里面如果真正培养 所以就是 血里面培养的是精品 然后看胸部也像精品 这个诊断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它的灵感性太低了 不到百分之十 一百个人中间十个都不倒行 另外就是胸水培养 胸水培养和血培养是同样的可以 敏感性很低 敏感性很低 但是特性很高 除了这样一些办法之外 后来人们又想了好多办法 我这边列起了句 一个叫做真刺奇 我们慢慢讲的痰子痰 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个是不拟的 一百个痰性痰中间 就肥养在三十个东西 还有一个什么呢 不特异 什么叫不特异 因为痰子痰中间 所以有人就提出来 试验这个办法 我不叫你从口吐出来 我用个针 从这个地方 还加冷物之下 浮进去 再洗 然后去培养 那么它就没有经过咔向了 是吧 这个东西的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疼呢 创众真传的疼呢 创众真传的疼呢 创众性的疼呢 对病人有损态 又方便做起来 第二个呢 它能不能增加敏感性呢 还是不能增加 所以这个方法呢 可以说我们很少用 再一个是这个 比如说这样呢 我用这个颜色 我拿个针指镜拿下来 从这个地方来取 它等到你结果是不是 就会好不下来 它的特性是比增高 但是敏感性还是差 另外做针指镜还是难受 大家知道 嗓子里面 你嗆下口水进去 你难受 还给你插个管子进去 你肯定难受了 还要打拔药 还要做镇镜 所以这个事情呢 哪里临床应用 有些单位喜欢用 我们也不是太喜欢用 有些特殊的应用 还有叫今天这些肺活炎 今天这些肺活炎是什么意思呢 假如这个病是长的 肺炎是在这些地方 流传炎的 那么你牵着进来 只能看到这些地方 就看不进去了 这就拿个针指铺出来 在这些细织 或者是拿个针指 上天大家看到那个针指的 是吧 拿个针指来 夹着组织 把他夹着组织 这个也是这样的 特性高 明暖性还是很低 再往那是创生性 还有些来说 如果这个病靠边 靠边 那么就从这个地方 绝个针进去 这么难受 这个地方绝个针心 也是这样的 养到是什么菌 比较可以相信 但是呢 敏感性还是什么 还有一些呢 就更干脆的 把这个骨头把它打开 内部就是内部糟的嘛 内部打开 把肺脂子拿出来 叫开胸肺骨骨骨 叫open front by outside 一个 它这个创始性很大 这个创始性很大 除了这些办法之外 还有大家常常用的 叫theological techniques 就像查那个菲达反应 抗原抗体反应 在学心学检查 这个呢 特别是现在多用在什么 用在培养 没办法 或者不好培养 就像病毒 食原体 菌团体 这些东西不好培养 那就用学心学 凡是用学心学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它都有个什么交叉反应 叫做cross reaction 交叉反应 它灵感度和特性都有问题 真阳性 假阳性 真阳性 真阴性 假阳性 都有 所以这种结果呢 不是太好相信 还有呢 就是PCR 发觉都现在非常时髦的PCR 当这个PCR除了 出于蚊子身 那整个问题都解决了 它里面只要有一个 复原球晶的一对 DNA 我把它一下子放大 二十周期就一百万 是吧 你给它放二十周期 不停地转一圈 转二十周期 这个东西跟了诺贝尔讲 皮萨跟诺贝尔讲 是个完全经理人整出来的 那么 当时我们也觉得势必得好 但是现在发现不息的 就是什么呢 不知道什么东西 特意性 敏感性的灯火 我们曾经下源 把它用来做解合理 解合也是不好整在里面的 结果它的真正的准确性 只有百分之二十 闹火乱猜也不是猜的百分之二十 闹火的病来了 我猜的什么可能也不是百分之二十 不要复杂死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一段时间做得非常多 后来卫生部还下了命令 你不许乱做 现在又开始在做 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法医学上来的门认导 说做得很久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真正的人 假的叫 Forensic Science 说得很久 是吧 大家可能知道吧 柯林顿的定案就是用这个东西定的 他们也是这么感动 是吧 柯林顿叫莱文斯蒂 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吗 他就用皮萨来定 定的 我就想皮萨来做错了 来 因为他往前做错了 太多了 现在来皮萨来 为什么说到这来 现在我们天天再准备 夹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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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靠这个来定 如果说你们不是查错了 有时候不像 根本不像 有时候是谁的 对 这个东西理论上是非常好的 再有一些科学用具非常好的 比如说 Forensic Science 但是在临床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不行 所以跟大家讲了那么多 就是说现在 肺炎的病原学指段 是我们急需要几岁的 我们想的千方百计百计千方 但是现有的所有的方法 都不想 都不想 立刚才写了一个ideal 还查的太多 要么是不准 要么是根本养不出来 要么弄出个结果来 你应该信他还是不信的 所以 现在关于肺炎的病原学指段 是一个全世界的难题 是一个我们非常需要解决 没有解决的问题 这个我从讲肺炎这个课讲起 已经讲了快二十年了 这句话还是现在的 那么二十年前我跟同学讲 我说你们将来毕业以后 你们哪个要是在这个问题上 有一个突破 你们可以的三更多本件 为什么因为肺炎死亡太多了 那就让他说了 肺炎 而肺炎又好 还要讲他得治疗 由于病原学诊断不清楚 造成了治疗上很大的病 你抗氛素用的不够 这个病原就死掉了 你抗氛素用过了 就造成了二重感染 造成了滥药等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又跟大家讲 肺炎的病原学诊断 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世界机械单题 你们今年的同学 在这个上面真正做出动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是我们讲肺炎 肺炎的诊断 肺炎诊断比较容易 病实体征 加上因为影像学 基本就可以诊断了 肺炎诊断以后 有问题大家要注意 一个有什么基础情况 第二很有虚拟 而肺炎学诊断非常难 下来呢就是 见诊断 见诊断 我们知道肺炎是有症状 有体症 关键是胸上有肺炎诊断 那么胸上有肺炎诊断 要注意跟这些基础有建议 比较难理的设断 解诊断是非常难解决 如果实在搞清楚了 我们就先抗炎两个 抗炎两个再来复杂 如果好呀 就是肺炎 如果没好 就还剩下 肺炎 肺炎 主要是 肺炎性肺炎 还有其他一些 注意 治疗 治疗 我们来讲两个问题 第一 怎么选抗中素 第二 对症支持治疗 这个对症支持治疗 也太简单了 所以重点就是 我们来选抗中素 选择抗中素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 是根据肺炎底病原学诊断 来选抗中素 这个地方呢 我写了这句话 这个选择是最影响的方法 但是在临床实践中 在临床实际工作中 很多情况下是做不到的 大家只要是病原学诊断明确 就应该用这个方法来写 病原学诊断的方法来写 在没有病原学诊断的情况下 那你就有影响了 你也不能说这个肺炎来了 我诊断了这个肺炎 然后排除了解核 排除了癌症 下面有个人说 那你算我是吃药还是打人 吃药还是打人 吃药还是打人 你说不忙不忙吧 我现在找找你弟这个什么 把你弟这个什么 你弟到底是什么 我要把病原搞清楚 搞不清楚 我不能治不能治 那行不行呢 显然是不行 所以 在病原学诊断诊断不清楚之前 我们还得想办法 我们还得想办法 就想了这么一个 叫做 Ampical Choice Choose Antibiotics Ampure 这个字 这个字也是蛮好的一字 我这算是蛮好的 这个字你们可以去查查字点 是什么意思 是经验点 这是确顾 经验点 还有一个是什么意思 还有是用意 用意 大家谁也不愿意当用意 哪愿意当用意呢 用意啊 这个用啊 有没有两点 我忘记了 没有 没有 这个是用 用意 有哪愿意当用意 但是治肺炎 就导致不愿意 这个方法呢 不理想 但是呢 是可行的 而且 只要你的知识够 多数病人 是可以有效的 所以我们讲 肺炎尽管说 终于病死有点高 但是 如果你底下人是好 你社区后面有病 我们还是比较于保护 虽然不敢像原来吹牛 那个医生只会治肺炎 不敢说这句话 但是多数还是有保护 而且多数靠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NP2 那么 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只要是NP2 再有一些病例 它就可能治疗受的失败 治疗受的失败 在什么情况下 使用经验剂 一个情况 是病人来了以后 我们抽了血 送了痰等等 一个标本子送了以后 在等待病人学来到的期间 刚才说了 你不能叫病人等 你不能说 你等了三天以后 谈病人来了 我再看病人 我再用什么药 不能等 这个情况下 要用NP2 要经验学的治疗 第二 就是你即使三天五天以后 你做了各种试验的检查 我们刚才讲的 最好的 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50% 那还有另外50%怎么办呢 这个情况下 你只能用经验剂 使用经验剂学 使用经验剂学 在使用经验剂学的时候 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第一步 第一步 根据病人的各方面的特点 比如说是社区获得性的 还是医院获得性的 是免疫的 是正常的 还是免疫社区 是年纪大的 还是年纪轻的 病情的轻重 等等等等 根据所有的这些信息 你要做一个什么呢 你要make a reasonable guess 你首先要猜一猜 猜一猜 猜一猜 然后就写了一个 蛮重来的 一个拥字 还有一个猜字 大家可能都可以理解 林康医生是科学家呀 怎么能猜呢 是吧 怎么能猜呢 但是我又到过来问 因为说世界上 有几件事情 你不当心猜一猜一猜 你这样做 你说你出门带伞不带伞 天有不测风 七样一报说今天不下雨 你出去了就下雨 你是不是随便什么天 再扛给伞 你说你什么意味 对不对 为什么要猜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 所有的事情 极上说透了 都有一个问题在哪里 都存在 改变 我又写 我说这些字的蛮好的 我建议更新的 好不好 昂色参经 都面临着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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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的四人 既有必然的事情 既有搞得住的事情 又有控制住的因素 这个昂色参经 存在昂色参经 那么像这肺炎 昂色参经 非常多 临床医学中间 大量的要出现昂色参经 所以临床医学中间 很多情况下 多少都带有猜疑症 只是说治疗肺炎 这个成分更明昂 这个猜呢 就看你有没有水平量 其实不猜得四 比如像哈利文 现在轨道一算 他就算哪年 哪月 几天几分 在哪出现 你在武汉看得到 还是在北京看得到 那哈利文 上次日全是 大家都知道 武汉看得到 北京才能看什么 那个就是真正 已经数据化的科学 临床科学 例那一块 还差得很明昂 八十年代开始 就要算 用计算的方法来看病 现在大家又开始 搞这个叫做 Editance Based Medicine 也要大家的计算方法来看病 我说那是万处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处理 昂色参经 你们像肺炎中间 你这个昂色参经 所以第一步 那么处理昂色参经 只能够猜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实际上不足 任何一件事 都有 或多或少 都要有猜 大家还要敢猜 我也是说 一笑话 我说你们同学们 年轻人 你们要是一点不敢猜 那你对象都敢猜 都敢猜了 你说这个人 今天一百个方面 也九十九个方面 多多好 还有一个方面 多不准呢 好 今天一百个方面 一百个方面 再多好 那明天还好不好了 那十年以后 还好不好了 对不对 他都有这张身份 所以要是我们 知道这个词 科学和不科学 是对立的一种 猜好像是不科学 中间他也有道理 这个词跟大家说一下 实际上我们 所谓的经验值 第一步 就是说男人 叫猜一个 说好人 叫你估计一个 对立的 那么根据你的 这个合理的猜计 就要不是万人猜 一定要是reasonable 或者educated 现在英文常常说educated 他们也说猜 那不是我一个人说猜 什么叫educated gas 受过教育的猜 如果那个reasonable gas 差不多 要么做一个合理的猜计 这是经验性治疗里面最关键的 完了 就根据你猜测的病原固 选择病原固 抗生素 完了 你就仔细地观察疗效 根据疗效来调整 同时 还要想办法来明确 还想明确 有时候做到 有时候做不到 有时候治疗失败了 又来重新猜变 又来重新猜变 那么这个还多说一句话 根据经验性血药呢 理论上是你猜准呀 用的最合适的抗生素 实际上大家一说到猜 就有猜错的可能 对吧 哪敢说猜对呢 要猜个个都对呢 不叫猜的人 是吧 真因为可能会猜错 所以在经验性用抗生素 往往要求 现在大家一直往往要求 抗生素的谱 要广一些 量 要大一些 所以抗生素的这个经验性 只要强调理论 叫做降阶级治疗 一开始不用了 以后到阳效好了 等到病院学赢去了 你再来所有 假如你一猜 猜个葛兰奇阳性菌 你就只用个葛兰奇阳性菌 等到人出来猜错了 这个病人的命就没了 我猜的是葛兰奇阳性菌 我赶細奇阳性菌 要用上酒牌辅助一点 不一定 等到说完说错了 错了以后要去 我现在开始复制 这就是经验性用抗生素 所以我们讲 肺炎的治疗其实核心 就是这个 就是怎么选抗生素 理想没办法 跟进病院学来学 那你大概有三中之一的病人 可以做的 你按这个来学 那么做不到的 病院学诊断 建立不了的 经验性的治疗 经验性的治疗 大家可能注意到 我这个 多数病人是有效的 就看你的白颜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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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D的医生还是非常不效 大家千万不要看看 这个佣酸这个猜 就是不会有用的 用处就在这个地方了 别人说不清楚 道不不明 我们就可以说得还蛮准 还把病人来治疗好 那么它也使用环境 在这个情况下 那么这个使用的过程 你先估计一个病人性 然后让病人用上去 按抗疗效 跟据疗效 那么为了达到 就是说这个在用力之后 猜的比较准重力比较合适 大家可能要把药力学好好复习 把这些抗生数据具体玩意 要搞一下 什么看不住 把这些东西还要掌握一下 这是讲的治疗的核心 第二就是对症治疗 对症治疗就蛮简单的 在咳嗽里 高热 胸痛里 把这些东西都运用 在重力病人要注意时间 就是平衡 骨虫磷亚 处理病发症 保护修克 心酸 细菌 肌酸 肌酸 而人们的病毒 头疼就疼 头疼就一疚 脚疼就一疚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治疗不重力 实际上肺炎的病人在以前 没有抗准性的新发症 单凭这个Security measure 我刚才讲到病死率30% 才是70%以后 所以这一块也能够 大家也不要听力了 好吧 这是今天关于肺炎 就是讲述很多 那么下面就要求大家回去以后 大家就加入作用了 一个要把另一个学上 关于肺炎对章再去看一下 今天我们只讲的一个大经济讲得 讲的 general ideas 没有设计的具体 第二个呢 请大家 请和着学习分研的这章 得体 复试一下 你们总会有任何地方 看看什么叫可能是阳性 什么叫可能是兴性 什么叫病毒 什么叫支援基地 我们团队业的补习家 他的生物学特点是什么样 尼章怎么检测 完了 把药医学的补习 重点是抗微生物药 包括抗微素 抗真菌药 包括现在也有些抗微素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 就这么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